可以問了 來喝神仕 來喝 很開心今天有機會要請教你幾項 我們有關製作乳尾掃靶的相關問題 那我們用輕鬆以快的心情來討論 那第一個是說是什麼 第一什麼是乳尾掃靶 乳尾掃靶 它的本身是芒草 那它開花的時候那個叫鼎鼎 阿美族叫鼎鼎 那國語我不知道怎麼講 芒草 乳尾花叫鼎鼎 這一個鼎鼎可以拿來做 掃靶 因為我在看野地那邊很多很多的芒草 那看到那個芒草蘆尾的時候 心裡就有一個感想 是不是可以做掃靶 然後就去外面採取這個鼎鼎 然後拿到家裡就做看 這個鼎鼎能不能應用在家裡面掃地 的時候我就採集 我就採集下來做一做 結果沒想到 這個掃靶做起來以後 比買的掃靶還要好 甚至於飛沉都會燒得一乾二進 那用買的掃靶還要掃幾次 飛沉才會掃乾淨 那這個不是 拉一次掃靶 拉一次掃靶 掃的時候都很乾淨的 就這樣子 所以我就認為說這個東西拿來做 家用的掃靶的時候是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是這樣子 對 我們繼續就問第二個問題 什麼是芦苇 我們喊過了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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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属于一个打入的草 所以在这个哪里町里面 它会长这个鼎鼎 开花的鼎鼎 它的花卸了以后 就可以当做扫把 是这样子的 所以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说 因为在乡下不必要花钱 用买来做扫把 用起来是非常好 对 也不要花钱 所以外面废物利用的东西非常多 就是因为这样 只要会用想 应用在你喜欢的东西 能做什么 东西就会扯最好的了 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 芦苇草把是阿美族传统的器具吗 是我们阿美族做的吗 还是属于我们阿美族 别人别人别族没有 其实这个芦苇草没有分别什么组 只要你有心去应用它 去采集它 要用在哪里 就可以去采集了 所以我们这个也 并不是说阿美族 专阿美族在用 其他的族 很像拼不足 他们比较乡下的人 也都拿来 他们也会做 也会做 做扫把 这样子 反正可以 你看到可以用的东西 就拿来试试 试试看 做一做 能不能好用 就变成好用的东西了 应该就会分享 对对 所以不是阿美族 专用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以前 这个塑胶扫把 是不是都用 大量的使用 那里的那个 都是用那个来做吗 也没有 它是扫里面 还是外面也可以扫 也都可以 都可以 走廊外面也都可以扫 只是你扫外面的话 它比较快抹水 很快买路 买路 对 应该是扫客厅 扫客厅 扫客厅 走廊 这样子的话 因为 我们怕 飞尘会飞得很 很多整地都很脏 用这个扫把器扫的话 飞尘 你拉一次 飞尘就清洁溜溜 而且慢慢的拉 慢慢的扫 那飞尘不会飞 然后呢 就很干净 烧得比较干净 对 很像 很像用 吸唇器 去吸的那个飞尖 真的 是非常的干净 对 我的客厅也是用乳味扫 上次做的 好 再来进入第二项 为什么 第一 为什么用乳味做扫板呢 他没有别的吗 其实也有别的 以前以前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想到用乳味去做扫板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那个 糯米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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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曬乾了以後就一個一個Split Split蛋 對,給它倒置 然後它那個留下來的就是剩下那個掃把的 那個 嬉嬉 嬉嬉一條一條那個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也可以拿來做掃把 反正都用過,都試過了 最後還是覺得也頂頂,比較適合 對 那你拿來拔牌,拔牌不能用嗎 為什麼一定要那個花閃得比較不同 因為你可以知道那個拔牌的話 那個只是一根草 埋葬牌就沒有用處了 那頂頂的話,它埋葬牌 它有栖栖的上面 它有栖栖那個東西 集合起來做成一把一把的掃 然後組合到五個小把 它就變成一個大的掃把 可以使用 而且這個頂頂的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折斷 比較耐,所以適合做掃把 我們就很適合做掃把 從古時候就 就一直留到現在 確定那個是很實用的 所以就不專用如 像我媽媽她曾經做過餅釘 還不像我做的那種 一疊一疊一疊的 老人家的只要組合起來 把掃把掃拿起來就滑了 就是這樣做 所以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思想 要做的做法 就這樣子 好 第二點就是如為丁丁 掃把對阿美族有何意義 那邊講好了 講好了 我們現在到第三大題 如何做 怎麼做呢 什麼的米桑啊 如何做 第一 人物丹包 第一個 他是說部落 都是誰在做掃把 在那裡 在那裡 都是誰在做 呃 這個可以算是 都是在家的媽媽 在家裡的媽媽 都在做 爸爸也不可能做 姐姐他們 因為男生 比較心裡不會很細心說 這個是我家內要用的東西 男生裡面想到那邊 都是部落的婦女 差不多 媽媽在做 因為我們做媽媽的人都會整理 打掃 對 打掃打理什麼都是 然後媽媽會感覺到說 好用的東西是什麼 就突然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反正都是女生在做家室 都是女生做家室的人 自己來 想到啊 那個東西很好就拿來用啊 哎 哎 那剛剛我們有說 你除了阿米斯 那其他的像 Diane 其他的族 其他的族群 有沒有看過他們做 嗯 我覺得 自從我做了以後 我都去看別人的家 或者其他的族 都沒有看到如未宜 我沒有看過的哨把 對 表示他們不認同不喜歡 可能是我比較有對這個興趣 因為我看到我一來 你家都有掛啊 你家也有掛啊 是喔 然後我一來這裡 我在高雄我還沒有想到 我一來這裡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什麼 野草野地那邊長的草 差不多都是蘆葦 蘆葦 然後我的心裡就想到 哇 那個應該可以做哨把啊 我就跟姊姊講 我們來採那個蘆葦來做哨把 他們說不要啦 很容易斷 在他講很容易斷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 是不是他拿的時間不對 或是他應該在什麼時候去採集 應該在什麼時候去做這個哨把 他沒有去很認真地去想可能 所以他們採的時候都已經 疊疊的那種的 所以也去採集 就叫米甲飛台 他硬了都說就容易斷 所以為什麼我說在十二月以後 十二月聖誕節以後去拿 剛好那個時間 有的蘆葦都已經凋謝了 果花也讓 超過時間 對 不是超過 剛好聖阿的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大約十幾天 只有掉尾巴那邊的花 那这里都还有 那你就看起来说 它的那个梗 那个东西如果说 感到很紧了 还是还有水分 那就是该拿的时间了 你不这样做的话 因为如果你完全干气 载会容易断 那它的梗还没有干 它的扫把已经有带一点干 那样的是最好做 那你踩起来了以后 你稍微晒干一个礼拜 你忘记一个礼拜去做的话 再两个礼拜也都可以 然后你就拿那个刷子 去刷也容易一点点 就像我们那天拿的 因为那个我有晒过 我有晒一个礼拜 每天都有太阳吗 把紧大寒还是应该 把紧大寒最好是太阳 太阳照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都用手这样点掉 我没有想到牧师他用刷子最快 我没有想到他用五六根 全部都掉汪汪了 可能他可能想很久了 那很多人都会用刷子 麻利服带那么多 而且一根一根弄 很多人要做的十五个人份 加上他可能哇 所以他想到他很聪明他就用刷子 洗衣服的刷子 以前的时代那些什么呢 以前没有刷子 一根一根一根 还没刷子 就利用聊天 对 就聊天的方式来 每次的时间 每次的时间 对 你用手 你用手 你戴手套嘛 然后 还要戴手套 然后你全部弄好了 你弄好的都放起来 全部弄好了 再来做少把酱 对 那你要去拿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看哪一种的 比较适合做 有 当我有带一点经验的时候 有带一点经验 对 有带一点经验 因为刚开始做 我也是像你们一样 那个弯弯的怎么样的 都没有分 对 然后就有带一点经验了 那去采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直的 它上面稍微弯没有关系 可是它的细细 都很直很直这样子 不会 它的梗不会弯 那种的弯弯 所以你不是说 要挑 一定要挑 要挑写 才会做得很漂亮 对 才会做得很漂亮 就像我们做的那样 那个都是挑写的 对 所以你乱拿 你再怎么弄纸 也是不会纸 它还是弯弯的 是要挑选 对 不能拿那个弯的 弯的少起来就少不到 不是少不到 就是你要少的时候 它会乱弯 不好少 而且又不漂亮 看起来 如果我们一天以后 可能要做那个弯的 做样品 要做样品 要做两种 哪一个是 好做 哪一个是好少 对 要这样做 对 好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时间 你刚刚再讲一下 它的几月份才是很适合 来找几月份 哦 几月份 这个材料 通常 确定 我们的打肉 每天 从一月到十月 都是草 都是草 看不到 看不到乳尾 看不到乳尾 对 所以在十月的时候 一把不爱 一把不爱 在十月 十月 然后十月 它开花了 哦 通通开 你看哪一个地方 十月都开 都花期是十一 十二 一 花期时间是 刚刚开花是十一月 十一月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才可以采收 哦 一定要开到 对对 开到 它可以叠叠 叠叠的时候 对 那现在一月了 二月了哪一个 还可以 可是有的比较晚 有比较晚 开花 对对 还是 所以你要看 还是要挑选 你要挑选 因为在一月二月 去挑选的时候 已经是 尾巴了 好 已经 有的比较做起来不好了 哦 那我们不念爱 经常下雨 对对 不多 而且你要找的地方 会很累 对对对 对 在很多的地方 花时间 对对 所以在十一月开花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号以后 圣诞节以后 来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五以后的时间 都可以 像我 我今年一定要做三四个少把 我就先想 我这一年一定要做 因为马路在这个前面的 然后我今年一定要做 我们上咖啡 我一直要等那个时间 我一直要注意那个时间 我不要超过那个时间 十二月中 对对 如果在十二月中 我就一定要准备机采收 就一直看地方 哪一个地方 比较多 哪一个地方 比较可以挑选 就这样子 你先去许 对对对 我一定是这样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做好的 可以保存几年 一年两年三年还是 两三年都有 两三年都有 一直到 一直到也会出来了 你一直扫地 每天都用那个扫事 对对 就比较一两年 如果你是装装饰的话 十年你都可以吗 那个十年都可以 越久越可以 不会 不会 你一直这样子掉 掉好看 不会那个后 就是也不会嘛 不会满掉 对对 是 除非你使用量 使用 还有你要使用的地方 要知道 如果是瓷砖 或是这样种 很耐 这个鱼子 水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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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话很快 马路起 对对对 马路起 他这里我们已经讲地点 你说在一般的 比较有没有不一样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在山上 有差别吗 没有差 都一样 只要你 只要是芦苇花 对对 都是一样的 时间也都差不多 一点也都差不多 对对 都一样都是芳草花 对 好 我们制作的时候 材料 采收工具 你要速度要快 要切得好 你要用什么刀 狗糕 狗糕 就是镰刀嘛 我用镰刀 对 我先用镰刀 全部给它砍 然后一堆一堆的 放 你在一堆一堆的 放的时候 你就开始整理了 你要晒的时候 怎么把它绑成 两个去结合 然后用钓的 钓 晒一干的地方 可以这样子钓 对 晒的时候 风吹比较好 它要钓起来晒 不是 你放地板也都可以 不过你放地板的时候 这边的晒不到的 你一定还要翻 如果你要用这样子 那种钓起来 它一直都被风吹 都会干 所以晒野有方法 要去晒它 是有方法 对 真的 还好你有讲 都要用很用心的起做 因为排队的话 一天也要翻身 对 你要给它翻 是这样子 那以后我们要照一下相片 对 以后要采收的时候 采收的时候一定要晒 我们还是要照一下那个 对 所以你在采收的时间 要明明 你就放着 等一下你坐下来了 马上的一把 你就坐下来 你一根一根给它 给它放在一起 然后 然后做成一把 法律堂团 你是用它的草 它的把拜 对 对 要担起来 来绑 然后再从一把 然后再给它手把的地方 那边 如果你绑 因为你要掉的时候 它会不止拉 这样子 对 好 改天要看你怎么绑 你也要食物看 对 除了那个 如果也鼎鼎做手把 还有没有别的 哪些叫做法律山 法律山那种 那个叫高粱 高粱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它是少 也可以像我们做扫把 那种的方法去做 也可以 可以喔 对 很多吗 用量 看你要做很多 比较少 很少人种 只有那个 鼎鼎如尾也是比较普遍 比较乡下的地方 还有在用 那个法律山那种 法律山只有特别的种才有 对 材料比较难 因为法律山的好用是 是什么 它比较可以用到外面 里面呢 里面的话才把它 灰尘 你也知道它是硬的东西 比较硬 对比较硬 然后扫起来 大概它只有扫垃圾 没有扫到灰尘 会这样 会煮的呢 会煮的呢 也是在外面上 会煮的呢 也是在外面上 那都是外面的 对 外长的 内用的像芦苇的 还只有芦苇 只有芦苇花 对 是这样 还有要补充的吗 都差不多 都你的内容 都是 都是一样 差不多啊 好 那谢谢师母今天 这是我自己所学出来的一个成果 对啦 你做了 你又要擦了好几年 然后我用了好几年 有时候我做一支扫垃 用到两三年 除非它买了如此 天一堆鱼杀 我们还是舍不得 还是拿到外面去 变成拿到外面去了 这样子 非常好用 已经磨损了 拿到外面扫石头 是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师父今天 谢谢 阿賴神仙 阿賴 好